好 先生 告辞 姚老师 请 先生可以关起门来 不闻事事 可你也别忘了 张绍勋是不会对乡民放手的 和府已经邀请了大湘西八十一债的债主 商议成立保安总团的事了 成立保安总团 我就不明白了 湘民的事 离来都是湘民自家的解决 就算不办保安总团 我和家也是八十一债最大的一家 干嘛非要同他官兵穿同一条裤子 劳神费力扮这个保安总团 这不是没事寻师做吗 阿哥 你怎么还不明白 现今的局势摆在眼前 反共搅斥 才是眼下党国的第一大事 势在必行 三十二十马商就要进山了 我们要抱住这个粗腿 我们要争 我们要拿到保安总团这个位置 到那个时 我们 何家在 大湘西九栋八十一寨里边 成为说一半的天王老子 到时候我们会派 九栋八十一寨的所有民团 与国经合力 龙教天 刀法再狠 他也死无葬身之地 只蓝 阿爹 出血啊 我给苏贞从省城带了块布料 想上裁缝铺啊 给他做件衣服 这么晚了 裁缝铺还不关门呢 我跟街口的韩裁缝讲好了 他今晚会等我 阿爹 有事吗 没什么事 就是想和你啊 随便聊聊 对了 你跟那个杨老师 以前熟吗 哪个杨老师啊 就今天到家里来那个 您说那个人啊 我们就是在回来的船上 碰见过 不过以前不认识 怎么了 阿爹 没什么 随便问问 阿爹是不是觉得 此人不寻常啊 寻常也好 不寻常也罢 纸兰 阿爹只想跟你说一句话 如今这世道乱得很 我晓得阿爹 你晓得就好 这几年你也不在我身边 怕你年轻不懂事 爹是担心你啊 卷进这世事纷争里面去 阿爹 我一个老师 有什么好争的呢 没有就好 总之你记住 当次混沌乱世 不求打击天下 但求独善其身吧 是 阿爹 还有三方还在等我 那我先走了啊 三方还记住 阿爹 韩师傅 谁啊 沈小姐啊 我从省城带了一块新布料 想请韩师傅猜个新花样 对不住啊 沈小姐 小铺打烊了 我赶着急用 听省城的师傅说 这种新花样 全祖司镇只有您这儿会才 那沈小姐请 杨老师 怎么 你也来做衣服啊 我常山破了个口子 听省城的师傅讲 祖司镇只有这家裁缝铺子 会补这种料子的衣服 二位都是从省城来的 省城火工店门口炸臭豆腐的 还是姓张的老汉吧 不 是姓李的年轻人 二位 省城的好料子都放在李家 来 里边请 来 里边请 来 来 申职来同志 钟司令 佟船来的时候 我真没想到您就是钟司令 我也没想到来跟我接头的是 沈先生的女儿啊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会跟张绍勋坐上了同一条船 看来敌人动作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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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座 我万万没有料到 师座 好啊 你总是万万没有料到 你总是万万没有料到 国军都是要来的 国军都是要来的 抽捐纳粮的事 谁也挡不住 我本来想 以君子之风 和洞民友好相处 没想到事情 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 师座 我看您还是别那么着急 不急 不着急行吗 耽误了党国剿匪清贡的大事 你这个书记长 一样难救其至 是 我只是觉得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什么意思 今天的情形不大对 连大字不识两箩筐的十大头 竟然把半团的隐忧 国军进驻的坏处分析的 这般头头事道深入浅出 肯定是有人交过这两个粗胚 背地里有人在玩名堂 师座 这祖司镇 离赤匪闹腾的地方 不远的 你的意思是 共党间隙也到了祖司镇 说不准 但我有这种强烈的感觉 共产党 那你说谁是共产党 说不准 你 亲自去查 是 记住 特别是最近 跟三兄弟来往密切的人 尤其是 来到祖司镇的外乡人 一定要查清楚 师座 查到了 跟那三个兄弟来往密切的外乡人 只有省教育会的杨老师 杨老师 他现在在哪儿 姓杨的姓宗不定 据说是忙着在湘西各县 考察国民教育 这几天又不见人影了 好一个杨老师 真是神龙献手不献尾啊 我看他最想共党 师座 你想想 他上两次来祖司镇 一次是祭刀节 一次是动手大会 怎么每次来得那么巧 你马上派人到省教育会 查一查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有啊 过完赶年节啊 就开始招生了 那这几天 那个杨老师去哪儿了 二少爷 我又不是搞情报的 我哪里知道啊 这个杨老师很神秘啊 芝兰 你跟他很熟吗 不怎么熟 也见过几次面 他是省教育会的 是专家也是前辈 我跟他呀 请教过办学堂的事 怎么了 你问他干什么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这一阵子 可不太平啊 芝兰 那个杨老师 很有可能是共产党 共产党 好 不可能吧 看着也不像啊 你以为共产党都是凶神恶煞呀 芝兰 你可千万别招惹他们 我这是为你好 谢谢你二少爷 谢什么呀 咱们俩谁跟谁呀 说什么呀 韩师傅 沈小姐好 我的衣服做好了吗 早给您做好了 就等您来拿了 真漂亮 给你捡 沈小姐慢走啊 所以, 来 来 出去 一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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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